这特斯拉是招谁惹谁了 为什么特斯拉总能成为众多新能源车姐 对比甚至吊打对象 难不成特斯拉做的真这么差劲 无论性能内饰还是空间配置 但凡新市里面有个新车上市 总是要先拿特斯拉来先开开皮 之前小卷汽车拉倒那个伟人尼古拉特斯拉的画像 后面又有某颗汽车吊打特斯拉这个SEXY的组合 甚至还有车姐硬是把特斯拉的Model Y 拖到自己的体验店来进行对比 你就说这事儿离不离谱吧 但是造车并不是打嘴炮 相比车企之间的你来我往而鱼我诈 甚至是营销政策 特斯拉却一直在埋头苦干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研发 就像当初马斯克开放专利一样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 要知道特斯拉每年光花在研发上的费用就200多亿 而这个数字也正是汽车行业平均水平的三倍 有可能说他的工程师工资比较高 但对比其他车企几十亿的充值攻略费用 你觉得哪个来的更实在吗 而且在国外 特斯拉卖的可一点不便宜 摩托外甚至和宝马X5保持节马看 是同级别车鞋 正因为有了上海超级工厂的助攻 才把特斯拉在国内的售价给打下来 至于特斯拉为什么能成为众多新能源车吊挡的对象 我想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们也默认把特斯拉作为这个行业的标准答案